各位表友大家好 今天Hairish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Swatch 51号星球Irony这个表款 在讲这个表款之前呢 我们先来提51号星球的命名 话说在1983年的时候 瑞士经由了石鹰革命的冲击 钟表月几乎命存一现 那当时呢 就是由照片中的这位尼可拉斯海耶克先生创立的Swatch 推出了一支只有51个零件 且价格低廉的石鹰表 拯救了瑞士工业 那就在Swatch上市30周年的时候呢 Swatch推出了一个只有51个零件的机械表 那来纪念这样子的一个世纪 那这次51号星球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全世界第一支全自动组装的机械表 它有以下10个特点 它整支表只用一颗螺丝就固定 那总共耗时了两年时间来做研发 它的频率呢是3Hz频率 接下来是有5个模组构成 一天的误差只有10秒钟 整支表具有17项专利 20分钟呢就能完成一支 全表呢就有51个零件 90个小时的动力储存超过3天 而且是百分之百瑞士制造的手表 目前的Irony总共有6个款式 包含了黑面胶带 银面皮带 白面皮带 蓝面皮带 以及不锈钢蓝面 跟半金灰面等等 那我们以这个是不锈钢蓝面为例 我们看到它整支表呢 都是由这个抛光的 这个不锈钢制成 那表带也是哦 那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不锈钢的带扣呢 也非常的扎实 而且是由瑞士所制造的 所以整支表的质感非常良好 那胶带款呢 则是使用飞行表的一个面盘显示 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一个数字标示 那皮带款呢 则是有一面白面跟蓝面两种 那也发现它的皮带的一个质感 也非常良好 只不过呢 都是采用SWATCH的一个特殊规格 所以在外面并没有办法 够得替换的表带 那这支51号金球呢 支援日期快调 只要拨动第一段龙头呢 就能进行日期的一个快调动作 但这支表也有一些 比较美中不足的一些缺点哦 例如它的玻璃呢 是采胶直玻璃 并不是一般的蓝宝石玻璃 另外呢 它的一个日期呢 也不是采用顺跳 而且不支援停秒 所以这是它的一些 小小美中不足的地方 自动牌呢 采取单向上链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全周透明的一个塑胶自动牌 那它有做了一个 非常良好的一个配重 所以可以看到它 上链的时候是非常的滑顺 51号金球呢 换成不锈钢 除了它的质感变好之外呢 它带上手上的一个重量感 也明显的增加 我们可以发现呢 第一代的时候是采塑胶外壳 所以它重量只有41克 那目前改成新款之后 则变成81克 戴起来呢 非常的舒适 而且配重也比较 这个适中一点 总括来说呢 这次51号星球 推出的不锈钢本本 是兼具理质跟面质的选择 价钱呢 则是从6300到7550之间 不论是你平常上班 佩戴 或是休闲来佩戴 都非常的适合 不到一万元 就能拥有 这个瑞士制造的一个机械表 还是自制机心 那我真的 重新的推荐各位表友呢 可以考虑呢 去买一支来佩戴 我相信不会让你后悔 那最后来看一段呢 这个51号星球 Irony 它的一个影片介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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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